大家好,我是Calvin 由於香港的罪案越來越嚴重 騙案橫生 保安局局長說 一至十月,每日超過一百宗騙案 增幅超過五成 講的就是這樣 私事工作室,懇請大家 盡量提高警覺 保障自己的私隱、財產 不要讓匪徒有機可乘 不要再加重政府的負擔 Patreon,馬上轉私隱設定 電郵、社交媒體 更換密碼 如果你認為任何一個帳戶有風險 直接整個剷掉 包括WhatsApp、Signal IG、TG等等 盡快把所有資金調離危險的地方 你對我們的支持重要 但你們的安全更加重要 盡我們的公民責任 打擊全香港最大的犯罪集團 人人有責 我們的網台工作室 已經開啟了IG帳戶 想收看最新的突發內容 新聞評論和節目資訊 馬上追蹤 我始終覺得在很沒有希望的環境下 你都不能扔下希望 2019年 香港人經歷的是抗爭 2020年 香港人面對疫情 國安法 之後很多香港人開始移民 流散各地 搬屋、搬錢、搬人 香港人開始在不同的地方生活 而香港 都可能再不是我們以前的香港 不過香港人 從來都是生存遊戲的專家 看看最後是誰想 媽媽說 家人在哪 哪裏就是家 那我會想說 不用分什麼海外和在地 只要是說香港人的聲音 就是我香港人的網台 我是Kelvin 你正在收看的是CC新聞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星期四到了我們珍珍直播的時間 今天我們嘉賓繼續是Kelvin Choi 你好 珍姐你好 大家好 各位觀眾好 對了 跟珍姐上次合作完之後 就很感謝各位觀眾的口愛 愛哭及烏 支持珍姐 就支持一下 我們這個合作節目 所以跟珍姐談 這個節目都放在我這邊 和你的頻道做聯播 珍姐就很爽快 就說都可以試一下 因為兩邊的觀眾都可以 交流一下 互相帶 所以呢 現在就和珍姐在談 可能是會定期一點 是的定期一點 我們就會在星期四晚 就在珍姐YouTube頻道 我就會星期五 就放在我這邊思議新聞 所以呢 珍姐也可以和我們的觀眾 你也打個招呼 對 沒錯 所以這個我們叫Kel蟹直播 我是美國 你是台灣 都是用不同的時區 我們全部包了 不同的時區 這個時間的 那個粵語的觀眾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就是Kelvin Choi 其實我們都要五年 認識了五年了 包括我們的珍言 珍言節目 都是在香港2019年之後 才是冒起來的平台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是的 一定要支持 是的 是的 好 喂 怎麼樣啊 珍姐 今天我們 今天講一下房價 是的 你是不是有房子 你是不是有樓 我其實說真的 我自己在廣州住了10年 我都有廣州自然夢的 因為凡是廣州生活的 你是看到房價這樣飆升的 其實香港的房價都升很多 但是當你比較深圳和廣州的房價的時候 你其實是後悔沒有去買樓 因為他們特別在深圳 可以升了20倍的 你真的很難想像 而廣州呢 其實我那時候是 大家可能都知道 聽到一個節目 知道我在廣州在大學裡面工作 那我其實是廣州華蘭理工大學 整個是做了10年 就是包括讀書和工作 已經在這裏10年了 那看到很多那些有意思的東西 就是那些房價 好像我們那時候大學呢 可以4萬元 就是給了我們的教職員工買樓的了 那有些總便宜2萬元 但是這些房子呢 就是學區房 在大學裡面的房子呢 現在700萬啊800萬啊 真是你就是數錢了 但是現在問題就是 所以廣州的房價 700、800萬啊 哇 真的是發財啊 2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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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萬元 你猜吧 你需要多少倍 十幾倍 十幾二十倍 是啊 當然不止了 700萬 800萬 4萬元 是啊 我當你10萬 去到800萬 哇 總之就是幾十倍了 幾百倍啊 OK OK 不要緊 就是這個是特別的 不是啊 你賣得出就是幾十倍 一百幾十倍啊 是啊 你賣不出的話 可能就只有一個公子的 不是 這個當然都是特別的 因為我們在學校做事呢 就是先有這樣的福利 正常呢 其實他們 當時我記得廣州的房子呢 我離開的時候呢 大概是幾十萬都可以買到一套 如果二百萬就可以在天河 買一些超級豪宅的 那時候的概念 後來就這樣慢慢升 升到過千萬啊 所以說幾倍啊 或者十幾二倍啊 是真的有可能的商品房 嗯 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 香港人都喜歡去廣州呢 現在就welcome 就是放出港澳去買樓 當然啦 多多都要啊 如果你上來買樓 你買一百間都給你買的 是啊 你會不會去啊 就是廣州啊 深圳啊 哇 謝謝啊 不過呢 我就請教你 比如深圳 就是做外貿啦 電子啦 或者電子廠啦 其實廣 就是廣州是不是都很靠外貿 就是令到經濟起飛的呢 其實 廣州比較全面一點的 就是以我所知啦 因為它本身是省委 就是廣東省的省副就是廣州啊 是 所以它很多的大型的機構 好像是金融機構啊 那些都是選擇在廣州 深圳就是電子很發達啦 所以很多高科技就是在深圳 但是廣州呢 本身就是很多的大型的國企 就是很多政府機構啊 軍隊啊 醫院啊 恆大啊 恆大啊 恆大 總部都是廣州的 所以你覺得 是比較叫做均勻的 還有它是大的 所以它的經濟前景其實很厲害 它不可以說是沒有一個城市 但是我覺得它是一個很中華性的 好像北京那樣 你可以說它是什麼 炒金龍啊 不是這麼簡單的 但是上海就是了 是是是是 就是你看到的數據呢 就是廣州或者廣東省 都感覺上是乖乖一些的嘛 就是這些人形容 就是北京就當然是最驕傲的啦 天子腳下 上海就是最有錢的啦 最厲害啦 深圳就是科技嘛 但是其實廣東省佔GDP 都不是第三到第四 但是就是它們都這樣說的嘛 就是低調一些 就是滿精大發財這樣 是沒錯沒錯 這句話說得對啦 所以我們身邊呢 真是很多一些滿身發財的 就是富豪的 令我的同學呢 幾十年不見啦 因為那時候是 我讀過那些是電子方面的啦 那他們就是 多數都是搞什麼通訊 電視啊 華為啊 甚至有些去到華為 所以他們後來自己開公司 哇 下下地就幾十億啊 幾億啊 好像錢不用錢這樣 那廣東省的那些造負能力都非常之強的 所以那些樓價升得這麼多 所以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很有錢 那我們以前呢 就說 就是大陸表哥啊 那後來呢 就是他們來探討我啦 就是他們請我們吃飯 我們請他們吃飯 是不是有這些感覺 你們有沒有一些廣東省申請啊 有的 不過就沒有這麼驕傲的 就是不會覺得 我們現在就有錢啊 就是你們在香港就走開啦 那我又沒有什麼 那我又不是真的認識很多的 不過 就是你講到樓價方面 很有趣 他們是複製了香港的炒樓 那種瘋狂的嘛 沒錯 但是香港不同 香港真的 那個供應是捏死了嘛 就是被政府捏住了 是不是 那地產商就是附和啦 是不是很開心 一年只有一個 一兩萬個新樓單位 那你炒到瘋了 喂不是喔 但是你廣東、深圳那些 其實是無限供應的 就是我又真的想請教一下 那些樓怎麼可以去到三家啦 那些都可以炒到這麼貴的 是啊 所以你講得剛剛 以前呢 廣東、深圳 大家都知道 這些樓就是等於錢來的 所以每個人都想買了 後來就限購了 為什麼它現在放分 就是因為它有限購才能放分的嘛 那現在呢 它的限購力很搞笑 它要你120萬以下呢 就可以拿著個身份證啊 或者你是廣澳的居民 你就去買 但是120萬 不是 120平方米 就是這個小單位 它說120平方米這樣 其實香港都覺得超級大的了 100月等於1500呎那樣 還有高 可能1800呎那樣 就是超級大的 那它之下呢 就可以拿著身份證去買 之上呢 就無限量給你買 就是這些貴一些的樓 但是以前不是的 以前那些樓呢 其實你是樓 就是炒得起的 就變成很多人要假結婚 假離婚 是 就是它因為每一個人可能買一套 是 買第二套就要加 要跟你在香港不准買 不准買 就不像是香港的加稅 這麼簡單 所以很多人假離婚 深圳是超級多假離婚的東西 那大家離婚之後 一人搞一套之後 哇 那些錢就可以繼續炒了 這些就是充滿中國特色的計劃經濟的 最好 不知道哪個智者說的 一放就亂 一亂就管 一管就爆 其實什麼都是這樣 你說現在生產也是這樣 以前大連降也是這樣 其實樓價也是這樣 一開始限購是因為炒 其實你是有方法不讓它炒 你香港炒 就說一次 因為香港政府控制供應 你中國這麼多供應 譬如以前大家去那些 五星級的家那些 放眼四野全部都是 其實很多是空置而已 其實是擺盜的 其實你只要在那裡著手的話 炒不起來 但是為什麼炒得起呢 因為它就要高樓價 然後去圈地 然後就高了GDP 然後地方政府就可以也有收入 這樣 所以大家就樂此不疲 然後就不斷圈地 然後地產商就不斷用高地價去買樓 然後又買得出去 然後那些人就全部去買 那你越限購 其實就越搶的 這個是經濟定律來的 還有你限購 那你控制了那個 控制了那個 就是你不讓人買 那別人的需要就更加搶了 令人更加炒了 OK 好了 炒到債台高足了 爆了 爆了就想找人頂了 那有時候就放寬 那些叫什麼 生育政策也是這樣的 一開始太多人生孩子了 那我管 管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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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現在死了 又老人化問題了 你平均中位數 還可以老 就是更老過那些發達國家 譬如美國這樣 那現在就要求人生孩子 不行 你要生三個 就是砰一聲 又不讓人生第二個 就變成砰一聲 要你生三個 全部東西都是這樣 所以現在你覺得很搞笑 所以說7月之後 就是中央送大理 送個大理呢 就要你去買樓 就是因為它叫外澤民事 都去回鄉 就welcome 這些是不是大理 我都想問了 大家不是廣東省 現在廣州 你可以隨便買的 這些是不是大理來的 我忘記了 它好像有幾個措施 笑到爆嘴的 哎呀我真的忘記了 有什麼網友提醒了 首先就是放寬哪裏自由行呢? 不知道什麼 什麼城都啊? 好像是 什麼放寬四川城都自由行 我想問香港有什麼給人看 就是香港你做個催起兵馬俑 給人看 可能都可以的 接著我忘記了 有什麼大例 就是不要 不要開玩笑 現在你中國 地方的消費力差到這樣 它還送了什麼給你呢? 它就是送一些 它送一些產能給你 讓你上去買的東西 它送一些購物機會給你 是不是很好聽啊? 這個說話 就是我給你一些東西買 是不是? 我給你一些國債買 這個真的是送大例 是不是? 繼續頂你香港人 香港政府 香港這個地方 能夠輸錢上去 我提供一個機會 你給我錢 這個大例 真的想起到感動 就是這樣 人家看到你香港不上消費 那我就叫你買一塊樓 不用你走來走去吃飯 那麼辛苦 這些就是 我就不知道有什麼香港人 是會上去買樓 可能有的 真的可能有的 但是如果真的有的話 那香港樓價就死得更快了 是不是? 就是你同一個消費力的 我真的不相信有人 你在香港又買樓 然後你在深圳又買樓 你買得香港的樓 就覺得它會升上了 那你炒樓 我就覺得那些人 是不會貪便宜去買你上面的樓 因為上面的樓不斷地跌價的嘛 就是你是兩批人 是兩批人來的嘛 那如果你說我是貪便宜的 我上面買樓 那你真的不會買香港的樓 那香港樓價就更加沒有承接力了 其實就是兩個杯蓋 看你蓋哪一邊 其實 但是你知道現在香港 很多新香港人嘛 是 他們思維模式和舊香港人是不同的嘛 那我講個故事給你聽 那他們現在不是說 就是大陸的樓價是渴港化的嘛 現在講的 就是差不多一百個城市的樓價 已經是渴港化 什麼意思呢? 就是一個 沒到十萬元 就是幾萬元就買一套樓 這個渴港是黑龍江省的一個城市 叫渴港 那因為它那些人就走了很多 那又冷 所以它到2019年的房間呢 最低可以一萬八千元人民幣去買一套 這麼低? 是的 你也說了 就是低嘛 就好像吃飯那樣 有沒有門口的? 有沒有門口的? 一萬八千元一間房 不是吧? 我都懷疑是不是好像發炮膠做的 好像我們衝起奇蹟那樣 一萬八千元 那些方艙的都不止 一萬八 方艙是不是幾十萬一間? 當然啦 在哪裏呢? 香港肯定是貴到你爛聲的 要不然多少錢給那班人賺 是嗎? 鶴江我還以為是潮州那些鶴佬附近 原來不是的 原來是黑龍江的 那你沒有說 它這個一寫出來之後 真的有人 真的很多人沒有去鶴江去買了 就是它呢 一年我不記得了 增加了七千多人 七千多人就搬到那裏 那最後就是房價也能炒出去的 是不是? 這是供求的 我們 又是其實呢 如果你這麼 就是為什麼一線城市的樓價這麼貴 就是因為想找工作去做 就是那些人 譬如你要去 香港又不同 香港為什麼 香港就是沒有睡的 香港就全部都貴了 但是中國不同 因為中國真的很 就是中國這麼大的地方 真的有分城鎮和鄉下的 那大家 譬如你去深圳找工作 譬如你去廣州找工作 那當然好過那些二線城市 那你炒得貴 都合理 都理解你 硬吃 你住回去那些鶴江幾萬 就是說我寧願不用不做事 就是我躺平 沒錯 你說得對 照計這樣炒得起 那些人去買樓 當然就是覺得 這麼便宜到你 送給你住 你應該炒得起 誰知道 就算那一幫人 其實第一批 2019年去買樓的人 一半以上都是虧的 所以這些就是 你再便宜 你去買 都是虧錢的 是的 你沒想到可以炒得 剛才你說的幾萬元 就炒得到一萬多元 真是糟糕 還有如果真的有些人去買 那又是那一句 那你本身一二線城市 就更加沒有承接力 就是又是兩頭縮的 看你想死哪一邊 基本上是 所以就是 現在問題是 現在連廣東省都有學江法的 你沒有說 喀山喀、哈龍江 我們都沒去過 連我都沒去過的地方 現在廣東省都有五個城市 學江法 那我們 可以說一下 有哪五個城市 大家 沒有以為很遠的 廣東有四位 學生 荻陽 學員 和清遠 考考一下Kelvin 你懂不懂 說一次 說一次 清遠有些印象 你在什麼地方 不如寫在這裡 我的廣東話也講得很棒 四位 學生 荻陽 學員 清遠 真的不懂 透露了我 對中國地理也不太熟識 清遠又聽得多些少 是怎樣的呢 幾個地方 是一線還是二線 還是怎樣的 很窮 窮到窮 窮到窮 OK 是不是廣州 原來不是應該平均的生活 已經好些了 照樣是這樣 但問題就是 這五個地方都是很窮的 千遠 千遠街 其實應該認識的 學員 我知道以前在廣東省 如果要在扶貧的地方 我們那次大學都有一些項目叫做扶貧 OK 是不是 有些人就會派這些去做市長 做院長 就是扶貧 就是我們大學有一些千年才俊 很久以前了 偉大 習主席說現在已經要脫貧攻堅戰 應該是大勝的 沒有了 現在有幾萬元一套房 你敢不敢去住 這些地方 不過香港人肯定有人在這些地方 可能在香港去買一套 超級大的豪宅都有可能 現在香港都不買 以前香港就是說 拿五星級的家 你當是一個地方度假 現在 喂 我不知道 因為我很難理解 現在還是去北上買樓的人的心理 我很難很難理解 所以我都不敢說 可能有人貪便宜 或者反上去退休 都有的 聽聞可能會有的 有些可能是退休了 然後就 我在香港住又貴 又沒有東西去玩 那又可能是 那我寧願真的去北上玩 香港現在有什麼去玩 講到上面的東西又便宜一些 是不是 講真的 在香港吃的東西 就是上面吃的東西 不過是貴一點的意思 那又不太過 現在毒藥事件出來之後 我還想問大家 是否覺得上去 你不知道那些油去哪裏 你食物的安全 你食物的安全 你食物完之後 這樣的 當然我很久沒有回去 以前認識的那些 第一 覺得吃慣了就是這樣 吃慣了就是抗體 第二就是 你香港也可能是這樣 是不是 那你香港也是這樣 那不如就回上去 還有我講漏了 有些 我也不知道珍姐有沒有聽聞過 都幾多人 是覺得回上去的醫療 是便宜過香港 其實這件事令我很恐怖 就是整牙 整什麼整脈 說便宜過香港很多 嘩 你在上面 就是 勇氣可嘉 我也不知道保險包不包了 所以我意思就是說 都可能還有人會上去買樓的 但是 就算有多少香港人買 你都不會救到樓市 就是哪有可能 有多少上去買 真的 現在連香港的樓市都被拖累了 你看 就是現在香港的樓 劈價 劈到 劈到多少都沒有人 就是現在香港要劈多少 才可以有人買呢? 都有人買的 是的 其實現在香港的下跌速度 又不算很快 我覺得是因為 供起了那些 他又不忍心 劈 直至呢 通常都是這樣的 我不是想這件事發生 但是 推斷直至到 經濟真的差 去到供不起 那你就被迫著要斬 要不然他一定頂得住 而且始終香港的情況 相對都好 上面很多 就是還是找到 還是容易找到工作 然後找到人工 譬如你平均人工可能一兩萬這樣 這方面 這方面又好些的 暫時 就是你比起北上 那 就是如果聽說 珍姐實這樣說 如果連廣州的地方都這麼便宜 竟然有十萬八萬一棟樓 那就是說 那些人的人工都很便宜 那果然就是偉大的前副主席 李克強說的也對 真的可能有幾億人 只有一幾千元而已 是啊 你看深圳 深圳的香港人就是最熟悉的了 那現在說深圳的 深圳的失業的人口 是失業了40% 可能一年半都沒有做的 哇 如果深圳都失業的話 會有什麼概念 香港不會都像深圳一樣呢 因為很多時候兩個比較 我又不敢100%肯定 就是我都是觀察深圳 可能我們的推測錯也不奇怪的 就是他們一定說 可能裡面很厲害 我不知道 但是因為深圳以前做很多 就是可能珍姐再熟一些 就是很多外貿電子廠那些 就是有很多 那其實是很多 就是譬如說你有很多 那時候和香港關係 就好像前舖後店那樣 就是譬如說很多外商 很多外資 在中國那裡設廠 接著就經香港 然後就進去深圳 接著就找一些廠 便宜的 OK 然後再出口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 就是現在越來越少 單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 就算有些 有些就不經理 是不是 第三就是 就是當一些科技要禁制你 你生產到的那些產品 也不一定適合我規格 又或者我們國家 又不可以入口你中國做的產品 又或者要加關稅 我不是完全沒有了 但是它不斷不斷地搞 不斷地搞 然後不斷不斷地 其實很多中國的經濟模式是抄美國的 就是譬如做一個平台 平台經濟 那時候熱平台經濟就是搞平台經濟 接著什麼遠遠就 又搞遠遠就 現在又搞AI 之前搞晶片 就做一塊東西 然後希望在外國 或者主要在美國上市 其實就是這樣 現在上不了 現在就上不了 那你怎麼辦呢 你扔了這麼大的錢 那就整間重執了 很多都是這樣的 你看到 不如做晶片那些 晶片就是嚇死人 深圳應該有很多晶片廠 是不是 我想主要都是希望找方法 就是走私晶片上去 其實我大學的專業就是學這些東西的 是嗎 就是講電子元件 說真的就是做這些晶片的 就是半導體什麼電子元件 就是大陸的名字 我都未必記得這麼清楚的 那你一定很知道 中國的技術是不是經以彎道超車 是不是呢 自己供給晶片 你怎麼看中國的科技發展呢 你們分享一下 那當然都是不信得過 他們設得差 很多時候呢 其實我們很多的大學 就是我們的專業 就是很多去美國留學的 因為這些就是當時很缺的 缺人才 回來之後 很多 他就去搶人才 搶了回來之後 就抄回來在美國學的東西 接著就是在這裡搞晶片的了 所以你看到很多間所謂的 他們什麼巨毛霸 叫什麼 就是一個大 讀國修 是嗎 讀國修 是啊 大到不能得到這樣 全部就是一個名字 一個什麼新馬科技啊 一個晶片 就可以炒得很厲害 其實都是你錢 當然 當然 還有就是很聰明的 就是中國人做生意 就是他看到哪裡有財路 就嘗試了 搏兩個財路 第一 如果搞得到的 上市 是不是 上市就割一波 那就收工了 是不是 接下來之後才再算 第二 就是國家補貼了 那麼他知道 當今天子 是要搞晶片的這樣 那你全部 你賣菜又說搞晶片 你養雞 你養雞 你就說我做晶片 你本來做什麼 你都說是做晶片 就全部希望拿國家補貼 那接著就全部都難你了 然後現在又搞電動車了 因為電動車可以爭出口 就可以拿回一些外匯回來 就全部又搞電動車了 都好看的 通街都是電動車的 嘩 我們都很開眼 現在電動車說Tesla 是過產的 這個是 是啊 這個很羨慕 我的網友真的很厲害 阿珍姐給了一則新聞我 那就是說 他有一些Tesla 之前就說得很僵的 就說不可以進入那些國家種地 因為你有那些雷達探測 就知道了一些國家機密 那現在就說 其中不知道哪個省市 就可以將Tesla 就納入了那個國產車的採購那裡 那讓那些網友就嘩然的話 這樣都叫國產了 就是講的江蘇 江蘇 是的 那你在中國做的LV 是不是也是國產LV 中國做的iPhone 是不是國產iPhone 就是這樣 那沒有程度上有對的 其實有 你又不可以說是錯的 是的 這個真是很厲害 那這個呢 就是 首次進入了政府的採購物 無論 就是 哇 威脆了 現在江蘇政府都是把你 即加在list 不過是說你是國產了 嗯 這個 真的放長雙眼看 Tesla股價就不斷升回頭 但是 就是 它那個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知道 就是 它那個所謂想在中國搞的自動駕駛系統 別人就是要你這套技術 嗯 是不是 要完這套技術之後 那你就變 那些有些不咬 就是你變成用完即棄 是不是 你變成用完即棄 但是它又 但是它又不得不敢做 因為它 它的數目很多是靠中國 它差不多三分一 甚至一半的 產量 在中國做 它一直要在中國做 那 真的看你頂得多久 就是我們就沒有什麼 見有好下場的 就是你一個品牌 那你在中國做 有幾多個又好下場 當你連去到Nike 連Starbuck 那些都出事了 那你 那現在最後看你 Tesla和Apple 能夠頂得多久 我們放長相眼看 是 那大家對這件事情 非常之 覺得有趣了 那你見到那些大陸傳媒 就去問一下 江蘇省的採購中心 那就是說 他們說這次是Tesla自己主動報名的 採購中心 接著參數 還有價格兩個為多評判 認可了Tesla的 入圍的資格 就是說你 我們現在是招標的 你自己要來 歡迎 哦 如果這樣的話 未必可以 最後未必可以 批評 因為是糟糕的 是不是 那你那些 如果本身自己 你中國那些品牌 那怎麼辦呢 我一定會吵你 我是 我是什麼 靈跑啊 長氣啊 廣氣啊 我是比亞迪啊 為少你啊 我一定會吵你 有什麼搞錯啊 你不支持國產車牌 是不是 你是不是微愛 那你就麻煩了 是 你說得對 所以他現在就問 是不是你進入了採購名單 是不是意味著 一定會被採購 工作人員說 要看 各個 機關事務管理局 是使用採購部門的意象的 意思是說 其實他們知道這件事很厲害 靖茄茄自己用了先 但是現在爆了天外 不知道他們能不能採購 就好像iPhone那樣 是的 你看到華為 都是用iPhone的 它不用華為 這個 所以我是很意外 究竟你們 Tesla和iPhone可以玩得多久呢 譬如你Tesla 可以 你要成為政府採購 那你就所有東西 連你那套技術自動駕駛系統 什麼東西 全部都給中國 本身都給的了 可能是 還可以再給一次 可能是這樣 如果你說iPhone 又是 你做一個iPhone版 中國版 是用百度的 不要用Google的 那 你這樣也可以嗎 那你還叫美國品牌 我是美國國會 我一定會把你添谷上來 吵你 那你做一個 你做一個 這個品牌出來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要用中國的 技術 先不要說你的技術 有沒有洩漏出去 你的iPhone 是要用中國的 這些我們認為 會影響國家安全的東西 是不是 如果假設 有美國人這樣假設 在你中國那裡做生意 用了你中國牌的iPhone 當然你不要理它為什麼要用 就是當它這樣用到 然後它個人資料被人試料做 是不是你負責 我都不知道Apple可以怎麼解釋 是啊 這裏真的很多事情搞不清楚的 現在它們好像都分開了 好像checkGPT 這樣讓中國大陸用 但現在連香港用VPN都想不到的 當然 當然了 喂 大灣區當然是用民心一言 當然是用雙湯 當然不用checkGPT OK 雙湯老闆都死了 還用雙湯 不知道 OK 這個 喂 但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這樣說 但是其實 是越來越擔心香港的地位 就是你 不可以用checkGPT 先不要理 就是說 香港有沒有方法用到 可能有些 繞幾個圈 那樣 它聲稱VPN都不可以 都不可以的 那我就算 我覺得這個重點不是最後用不用到 而是 現在看到外國就這樣越來越收緊 而且當你香港已經是一個 一個中國的一個地方 一個危險的地方 其實這樣就很危險 但是香港政府 是 你完全當沒事 很得戚 是嗎 完全不處理這件事情 就是 GPT是其中一個開端的 那你其他的那些 就是 香港政府越來越英的嘛 越來越強硬的嘛 為什麼反駁隊不出來說話呢? 那麽大事 是嗎? 以前你看到 Made in Hong Kong 說你不捨 Made in Hong Kong 那樣東西已經說 他們都要出來 吵吵巴鼻的 你要在這裡才可以反駁 譬如你那些 華爾街日報啊 Boomberg那些 你繼續在香港 就有得駁你 那你open AI不過來 這樣 那他就沒得駁你 就是他不過來 你沒得駁他 是嗎? 走出去 就好像倫敦兼武辦 那樣去監視你 收多一點錢 就是加成本而已 嗯 是啊 所以就這些這樣的科技 你看到現在呢 由AI開始 兩邊的科技就越走越遠 而香港就跟在中國這邊 不是說中國的科技不行 我不敢說 但是 香港 自己有沒有心理準備 走那條路 就是說你之後 你就不要用什麼歐美科技了 你在走中俄 中俄 北韓 伊朗 那邊的科技了 可能會是 這個 這個會 你幻想在一個外資 一個iBanker 來到香港 那邊 然後發現 那隻豬哪些又不能用 那假設 之後 Google又不能用 我怎麼來做生意 是吧 給你一個雙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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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鬼佬用民心一眼 民心一眼 用這個雙湯 行不行呢 這個我們聽起來好像很好笑 但是其實我覺得是 擔心的 這件事 是啊 現在都不知道 我也看不明白香港的文章 字眼 好像現在 立法會那裡 可以證明化 你的名字 不可以用英雄 怎麼去查一些歷史文件 還有立法會還沒有 我不知道還有立法會 立法會好像什麼 好像有幾個職位完空了 都不補選 都不補選 是啊 真的不知道怎麼 OK 算了 是啊 怎麼樣怎麼樣 好了 差不多聊到 謝謝你 聊到聽不到 有沒有網友要回覆的 多謝各位網友 沒有網友說搶油 你知不知道這件事 是啊 我真的不記得招呼一下他們 那你搶油沒有 就是來到香港 是不是搶油 不是 我都不太知道這件事 這個呢 就是講的 毒奶你知道的啦 毒奶粉事件 那現在是毒油的 其實這宗新聞呢 是被大陸的傳媒炒起來的 因為講的 其實行李都知道 十幾年 二十幾年都是這樣 就是它的業務 就是混油車 車員那些有毒的油 就是好像講的 就是那些工業那些用油 那是煤油啊 那車完之後就不用 直接去車那些食用油 哦 這樣就污染了 是不是 就是我們 所以為什麼 它們輸出那些食用油呢 是礦物質超標呢 就是因為這樣 其實很多我們 講起了 我們可能是很多 每天都是在吃這些毒素的 因為我們很多大陸那些 還是老金啊 很多的東西 那些油都不知道什麼油 但是我們拿來 在自己那裡 炮製那些4000創送啊 那些 都是在用這些油 怎麼辦 唉 所以大家真的自求多福了 OK 好 今天多謝各位 多謝珍姐 那我們下次再聊 好 拜拜 拜拜 大家有什麼想聊的話 可以留言給我們 是啊 沒錯 我們到時早些準備一下 準備 拜拜 OK 拜拜 台灣大選驚異曲 中人傘 但台灣新一輪的政治角力 只是剛剛開始 在三黨不過半的立法院 三個黨派 怎樣爭取最大利益 怎樣部署兩年後的九合一大選 甚至下一屆的總統大選 詩詩工作室全新節目系列 台灣新政局正式退出 Patreon及YouTube會員 獨家優先收看 敬請留意 多謝支持 好 怕大家走 所以快快去就馬上搏 昨天有說過 九五 今天有一個新的安排 因為上次跟珍姐做了訪問 所以跟她談 不如聯播吧 所以 但是有說少少的 本來有想過 會不會每個星期錄一錄 但一來 原來她星期四都有其他嘉賓 第二 跟她第二次合完之後 珍姐都覺得 好像有些事情要磨合一下 所以 暫時的想法 可能兩星期就合不及 兩星期就合不及 因為她的節目本身是半小時 我本來就預 你知道1點節目 其實沒有說要做多久 但我總是覺得 習慣了要一個小時才 才會令到大家 有個完整的節目 所以我看到今天 錄到半小時左右就完了 那我就補回這一節 就上來 所以今天 就變成了有一節 剛才今天就不是做Live 有一節就是跟珍姐的Cross Over 另外有一節就是現在這一節的台灣新政局 為什麼說要有些磨合呢 畢竟我和珍姐的風格有些分別 我就比較跳躍一些 還有可能我比較急一些 珍姐就比較淡定一些 有時候可能那些話題會轉得多快 因為是這樣的 因為有時候我就看見 這個話題講完之後 還沒有什麼Flock Over 我就轉換另一個話題 但可能珍姐就覺得 跳得太快 有些話題都不是之前準備的 你知道我天馬行空 所以我們都要少許時間磨合 就是這樣 希望各位網友多多包含 我們希望慢慢會磨合就越做越好 因為始終跟不同人合作的情況又不同 我和Jacky合作和珍姐合作又會有些不同 好了 但今集雖然是台灣新政局 但我認為內容是非常之過癮 亦都希望各位網友 就是想和各位網友分享 這個台灣近期的一個 繼續延續這個很重要的議題 台灣近期當然非常之多事情發生 多到爆炸 上一集的台灣新政局 包括鄭文燦 前行政院長 也都剛剛的海基會 基金會會長 因為貪污自罪 他立了案 調查他 現在的補金額 好像有五百萬 提到一千二百萬 這裡牽涉 所謂藍營 覺得這個派系鬥爭 因為賴清德 就是剷除異己 這個我上集也講過 第二也講到國會的 罷免案的大戰 因為綠營民進黨夾炸東 炸東意思是吹雞 吹雞就圍住委員 那個叫做內政委員 兩邊大戰 這是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 就是整個近期的重點 就是國會 他們南白稱之為國會改革法案 我們清了也好 你當綠營也好 就稱為國會抗權法案 正式的名字 就叫做國會改革法案 有些網友不知道什麼事 我就不重複 簡單來說 就是因為立法會強行通過 我是用強行這個字 立法會強行通過之後 然後就覆議 覆議就是說 扔回去給立法院再投票 再過了 再過了之後 現在總統簽署 然後就釋憲了 或者叫做 如果我們香港 釋法 就叫釋法 這次誰申請釋法 就是四大機構 所以很大陣仗 總統府 行政院 監察院 因為他們五權分立 所以有一個監察院 和民進黨黨團 四個機構 然後就進行提出一個釋憲 釋憲 釋憲 就會由大法官 作出一個解說 去決定他 決定他 有沒有違憲 或者是否其實沒有違憲 好了 釋憲是因為需要時間 去商討 最快都要三四個月 所以行政院當局 就提出 或者賴清德政府 就提出一個叫做 暫時處分 這些事件 令到不斷地學習台灣的術語 暫時處分 不是punishment 就是暫時處分 暫時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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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審議 裡面 就會由雙方出來講解 然後被大法官 去質詢 就是叫他提問 這邊 就是由四大機構 每兩邊都有三十分鐘 先講他們的意見 這邊就是四大機構 除了三十分鐘 每人七分半鐘 這邊就是立法院 因為立法院是答辯的 因為現在要去釋憲 你就要去解釋 為什麼你覺得是沒有遺憲的 立法院就找了三個律師 但是三個律師講解 是很足夠 每人講十分鐘 但是 因為有些立委要出來表現 包括國民黨的翁曉玲 和王國昌 王國昌當然是這次的焦點 為什麼 因為他是 他自己覺得是法律界的天才 他以法律界最權威最專家 在立委裡面 去統領今次 國會的抗權之戰 誰知道他一講講了七八分鐘 所以其實後面都不夠時間講 好了 這個也不是重點 整個過程幾個小時我沒有看完 然後他們兩邊講完之後 就到大法官質詢 好了 其中今次出來的焦點 你看 綠營 或者看民間 或者你看網上風傳 就是王國昌 自以為天眾英才 OK 就被這位尤柏洋大法官 KO了 OK 那是不是完全KO了 當然 這個我沒有看完 我只看一些片段 所以我先不用 不是KO 因為可能是剪接的 但是帶出 在他們 我看零碎的片段裡面 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觀點 其實我們就會想起國安法和23條制 那個定義的問題 尤柏洋大法官 尤柏洋大法官 又可以講多兩句背景 大家找到他十年前 他是幫太陽花 這些太陽花學運做義務律師 那時候他和王國昌並肩作戰 世事多麼諷刺 所以尤柏洋大法官很有型的 你看他現在一頭白髮 哇 真是雙目如拱拱 好氣死有型 那他問一件事 他問幾件事 但我想說 我只突出一個重點 他問 反質詢的定義是什麼 這個國會抗權法案 就是說 如果我帶一些人上來問 市民也好 有關人士也好 國會行政官員也好 你不可以反質詢 不是你藐視國會 現在就問你 什麼叫做反質詢 好了 我們看看一條片 然後回來再繼續去評論 他說 質詢 並未違反明確性原則 您找一下您的答辯書 找到了嗎 好 第十頁 這一刻都被人封傳 因為他們要先拿一份答辯書 給法官看 我們認為為什麼沒有違憲 有一個位法官就說 你找到這本書沒有 你找到你的答案沒有 第十頁 也認為一時佳話 林凱庭審理國會抗權法案 是否給予暫時處分決議 大法官尤博翔直接開店黃國昌 對反質詢定義 您是這樣講的 因為質詢沒有違反明確性原則 所以反質詢也不會違反明確性原則 這樣的陳述其實在我看起來 是疑問答問 疑問答問就是反質詢 有否想要黃國昌說明反質詢定義 還有總統不願付國情報告 會不會被個人事同意權予以反制 但黃國昌似乎不在同一個頻率 補充一點 因為這個反質詢 再說一次就是 在藍白營的這個版本裡面的 國會抗權法案 就是當他帶一些人上來問 我認為你是反質詢的話 我就可以說你表示國會 這個很明顯 當然是用來搞亂這個 用立法會無限抗權 去影響行政當局 簡直可以癱瘓你的行屍症 因為你所有官員我都會問死你的 我問你的機密 我問你的商業秘密 你不回答 然後我說你反質詢 問你死了沒有 什麼叫反質詢 好了 根據柔白營大法官說 黃國昌的答辯書就說 因為你質詢 都沒有違反明確原則 所以反質詢都沒有違反明確原則 第一件事 什麼叫明確原則 所有的法律條文 第一 要有可預見性 要有可理解 以及要可以審查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大 很有得著 我們想回我們23條 什麼叫做煽惑 煽惑有沒有可審查 我說句話 我說天滅中共的架設 你怎樣審查它是有煽惑成份 所以23條根本是違憲的 你問我 就是違反法律原則 這裏學到事情 學到事情 學到事情 好了 現在問一下這個案件 什麼叫反質詢 黃國昌的答覆竟然是說 因為質詢這件事 是沒有違反原則的 所以反質詢都沒有 你真的沒有答過 所以柔白營法官說 你疑問答問 你也沒有答過 什麼叫分拆 股票分拆 你問我 什麼叫股票合一的相反 你也沒有答我問題 這個就是這個情況 你問我說台灣民眾黨會如何 我很難 不好意思 我打斷你一下 行為來反制總統 我想提問的是這個問題 我 我嘗試地來回答 由大法官的問題 總統不來立法院 什麼事也不能幹 頻頻問A答B 最後反質詢定義也沒說清 但大法官可沒打算放過這問題 那可能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黃委員沒有時間回答 那是不是黃委員你會後 針對我問的問題 再用書狀來補充好嗎 大法官KO黃國昌畫面 在網路上引發熱議 網友狂酸黃國昌回得不倫不累 一直吃螺絲 還有人抓包他在開庭中 還看直播留言 陸後有個不尊重不去做功課 至少亡羊普老馬 但藍白代表似乎都想推給準備 時間不夠 到昨天下午才通知可以月券 然後今天開庭 簽罰法庭做人在下週就會裁定結果 藍白陳述表現 大法官也看在眼裡 三聖黃聖說 台北採訪報導 第一件事 這件事就很噁心 當然我不敢說完全KO 因為可能黃國昌的角度 他覺得他表現得很好 我也沒有看完整個辯論 但是我只是憑這一段 我也覺得很能夠想像 根本答不到什麼叫反則訊 怎麼定義反則訊 也不只是這位法官說 是幾十個法律學者 全部都說這個 確管確權法案有違憲 所以 當輿論和學界都一面倒認為違憲的時候 其實你是要捍衛 你當然覺得他沒有違憲 你就要捍衛他 因為反則訊我們的定義很清晰 你就說 你說出來就可以了 然後你講不到 然後你就說我沒有時間 準備第一件事 這是什麼問題 問你反則訊定義 這個問題你不要跟我說 你之前沒有準備過 這一下就很噁心 另一個翁曉靈就是這樣說 我們給幾個機關 衛抽 真的很好笑 你這些已經一早準備好 因為釋憲這件事 不是今天通知你的 你一早準備好所有資料 這一下就很噁心 所以大致上是這樣的情況 我會再研究一下 可能我多看一點 整個針對暫時處分的聽證 還有什麼特別的事 他之後講了第二個點 就是關於總統要去國會那裏 就回答這個質詢 但這部分我不講了 我只是講關於反質詢 所有人上立法會反質詢 怎樣定義反質詢 就定義不了 然後還要說你沒有答我問題 你麻煩你要書面再回答我 我們就期待看看 王國昌怎樣書面去回答 什麼叫反質詢 另外同一時間 其實台灣也繼續有很多新聞 可能有些網友 我想一下會不會講講那件槍擊案 因為畢竟實在 如果不是很牽涉政局的事 這些新聞我未必很想涉獵 台灣新政局也是想說 他又不是跟政局無關 但我要再研究一下 網友或者知道有些不知 關於槍擊案的事件 台南槍擊案 無論如何都好 我認為所有香港的網友 希望你們跟我一樣 繼續關注台灣的政局發展 我覺得第一 我們切新的利益 一起去抗中抗共的利益 以及娛樂性十足 感謝各位網友支持 今個星期暫時是這樣 明天有沒有經濟KFC 明天有經濟KFC 是講盛世經濟的 下個星期回來再和大家見面 多謝大家支持 明天見 拜拜 喂 今日節目這麼快又看完 明天才有最新一集 怎麼等啊 世界滿日的 滿日啦 馬上加入我們試試工作室的Patreon會員 星期一至五 每日多一條件提 甚至更多 最低消費每月美金5元 三個級別 小火5元 中火10元 大火20元 究竟有什麼分別? 登入我們的Patreon網站 就會解釋給你聽 馬上加入 收看我們的Patreon特別內容 節目見 拜拜